欢迎收看亚洲变化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习近平连上海帮灭团 以及富豪润上海房价碟 中共二十大闭幕 在闭幕前胡锦涛提前离场 震惊了华人世界 也被做出许多的解读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另一个重要和关键的细节 也是发生在主席团的事 习近平在宣布大会闭幕后离开会场 离场前和中共元老曾庆红和宋平 简短的寒暄 大家如果仔细回看 台上的大会主席团成员 整体上神情轻松 习近平缓步离席 边走边挥手和主席台上的代表们告别 当他走过曾庆红和宋平身后时 正在起身的曾庆红和习近平打招呼 习近平停下脚步和他简短的寒暄 曾庆红并用右手指向宋平 并竖起大拇指 仿佛在赞许105岁的宋平的身体健康 可能也对习近平的执政表示赞赏 所以现在有分析认为 这象征着习近平在19大后到20大 权力矛盾主要集中在和团派的互动上 也标志着习近平和胡温 以及江征的关系 非常的复杂和微妙 完全取决于习近平对政治形势的评估 和中共党内权力格局变动 以及主导思想的博弈 现在回顾可以说30年以来 中共高层可以粗略的 以江征为首的上海帮 以及胡锦涛为首的李克强 汪洋为代表的团派 以及近10年来形成的习派来区分 大家不要忽略了 在20大之前就盛传的习下礼尚 以及南北院之争 已经表现出习派和团派的矛盾了 因此20大起草小组副组长 除了包括了留任的赵乐际 王沪宁以外 还包含了被视为代表江征的 第一副总理韩正 尽管他已经被正式退休 从20大报告的起草组长 没有一个团派来看 但是有王沪宁和韩正 他们都被外界视为是上海帮的代表 可以说一直参与了20大的筹备工作 而包括上海书记李强 要身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 习近平在上海任书记时的 大秘丁薛祥 他除了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 秘书长以外 后来还曾经担任过上海政法委书记 也被视为和上海非常有渊源 另外从20大人士来看 和上海有密切关联的 除了李强 王沪宁 还有丁薛祥 他们三个普遍也被认为 可以被江征为代表的上海帮接受 另外海外盛传 习近平在政治生涯上 遇到过两个关键的贵人 一个是曾经担任福建书记 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龄 另外一个就是国家主席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据说曾庆红正是在中半 接见了进京公干的习近平之后 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 大义是那些不为全民经商大潮 所吸引想要发财的干部子女 应该成为共产党 这个主要依靠的对象 据说习近平在被确认为接班人之前 曾庆红曾经亲自到上海 而且提前通知上海市委办公厅 特别要求只要习近平一个人去接机 而市委其他领导人到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公后就行了 曾庆红当时面告习近平 准备将他提拔成接班人 因此在十七大之前 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 在逼选习近平和李克强时 胡锦涛尽管支持李克强 但曾庆红特别提到了 习近平早年在地方的工作经验 胡锦涛才做出了妥协 节目一开始提到了习近平和胡温 以及江曾的关系非常复杂和微妙 完全取决于习近平对政治形势的评估 和中共党内权力格局变动的把握 以及阻导思想的博弈 因此二十大从主席团前发生的胡锦涛提前退场 以及曾庆红在宋平旁边竖起大拇指 还有李强、王沪宁和丁薛祥都被外界视为和江曾有良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说二十大可以是习近平联合上海帮灭团派的一次党代会 另外二十大后政治局成员的职务逐渐明朗化 最新被官方媒体确定职务的是 李书磊担任了中宣部部长 而石泰峰可能将出任统战部部长 《明报》就分析指出 现在的书记处中职务尚未明确的还有山东书记李干杰 国安部长陈文清 公安部长王小红 李干杰和陈文清都是局委兼书记 被看好是中组部长和政法委书记的人选 王小红只是书记 作为习近平信得过的亲信 出任中办主任在请礼之中 如果由担任公安部长的王小红 接替丁薛祥担任中办和习办主任 不但象征着二十大更重视国家安全 也更象征着习近平个人的安全保卫加强 接着我们来关心二十大后 中国经济围观层面的反映 上海房地产在二十大后暴跌 有媒体报道指出 因为刘嘉玲居住而声名大噪的上海华生 下都院上个月售价还有六千万人民币 如今降到不到三千六百万人民币 房价大跌 上海房仲业者表示大家都没有幻想了 上海豪宅的跌价是市场价40% 有人要抛盘大量的房子 许多富豪将资金移转到海外 对经济后市看衰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自上海的报道指出 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情普遍的悲观 显示二十大从人事布局到报告内容 都让资本界忧心忡忡 联合早报从北京回到上海 在机场坐上得势 司机为前两天的股市暴跌 哀声叹气 并劝记者这两年少买股票 多买黄金 现在只有金子能保值 记者就告诉上海的出租车事部 监管部门星期三发生安抚市场后 股市已经开始回升了 但司机不以为然 他说跌一百块钱 占回十块 不还是亏了九十块 他表示今后五年经济会更糟 股市要跌回十年前 记者就很好奇 问他此话怎讲 师傅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忍不住开口说 今年上海经济都垮了 他还能做二把手 这还不说明问题了吗 报导因此认为 二十大报告没有开出这个令人期待的经济药方 也没有提出经济发展的新的规划 备受关注的防疫政策走向同样没有在报告中解答 决策层需要给出更清晰的指引 勾勒更明确的蓝图 才能让市场重拾信心 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在走进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国内政治定于一尊的新时代之计 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好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